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 早上好 早上最精神的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不三不四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爱睡 有没有爱睡 可以睡了吗? Pagi Pagi memang sangat energetic 不错个 Apa kabar semua? Lua biasa Betul? Ok Hari ini Saya akan present Dengan bahasa Chinese Boleh? Boleh? Minta maaf Kalau tak faham tak apa You tengok saya Body language cukup Body language adalah International language Saya memang rasa International body language Memang luar biasa Mengapa Saya pergi Thailand Saya tetap apa itu Thailand language You tahu Saya pergi sana Sawati khab Pergi sana kh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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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ua orang masuk Then Pergi khab Saya present dengan itu Marketing plan Macam mana You tahu Saya juga guna body language Saya cakap Some cent Pum Pum Money Cukup 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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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Cum During Cum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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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好不好啊 因为今天我讲的这个课题呢 就是有关系到 钱 对不对 想不想赚钱 想不想拿到这个红包 虽然现在不山不是有一点热 我看到有些人在散这个 不要紧 就是因为够热 那个红包才够力 对吗 因为今年是什么年 九年万万年赞上鼓励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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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OK大家好 从事传销18年 为什么今天可以让我们夫妻俩 放弃过去18年的传销公司 全职 辞职了全职在爱多美 除了看到刚才我们 Jocelyn 我们的Sheron Luce 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产品 今天我们做这么大的决定的其中一个因素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 为什么我看到爱多美的制度 可以让我睡不着 当然除了爱多美的制度之外 还有很多因素 让我们人生做了这么重要的决定 就是呢 选择了爱多美 放弃呢 过去呢 我们在之前公司 还拿着高收入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放弃 这个今天想不想知道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没反应 当我看到爱多美的时候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爱多美 今天大家一定要看懂 看不懂的人 很多人会告诉你 今天爱多美的制度来讲的话 赚钱不是很快 这样的话 这一个人肯定是看不懂爱多美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看懂爱多美的话呢 我会拿我过去在传销里面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如果有雷同 纯属巧合 如果今天有什么得罪的 我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我今天所讲的 都是过去十多年来 我本身的体验 我本身的感受 今天我想我把我的感受告诉大家 好不好啊 各位爱多美的家人 好 所以呢今天爱多美呢 我们说爱多美要改写传销直销的历史 对的 爱多美今天要以爱多美的方式来做一个传销的全新的改革 什么叫改革 过去在传销里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 过去我们介绍 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 主要 这个奖金来自哪里 来自这个 产品的差价对不对 过去来讲的话呢 如果朋友来介绍你买产品 请问大家 如果今天我介绍一套三千块的产品给你 我赚你一千块你开心吗 不开心 这样我很开心啊 对不对 因为过去是靠销售 direct profit 有没有 来赚取这个利润 前面大部分的利润 对不对 介绍一套赚多少钱 不过来到爱多美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奇怪 爱多美介绍一套有没有赚钱 没有马上赚钱 这么奇怪 怎么爱多美是这样子 有没有 所以爱多美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探讨 为什么爱多美不一样 好不好 所以爱多美除了我们不赚这个差价之外 最大的不一样还有在哪里 过去来讲的话 传销在早期的时候 以 direct profit来做一个 这个奖金的commission 对不对 后期再演变什么 设计处有所谓的配套 什么叫配套 有金集配套 云集配套 有没有 需要买过配套的 请举手一下 哇 有人举过手 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过去还有讲配套 你必须要强迫买配套 然后呢 在朋友跟你分享传直销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要买多少套 要介绍多少套 来回本 奇怪 身为一个消费者为什么要回本 有没有 你介绍三个人你可以回本 五个人你可以赚多少钱 有没有这样子 过去传直销都是很多都是这个模式 不过爱多美今天不是 爱多美强调的是什么 爱多美强调的是顾客成功 就是消费者 今天通过消费者呢 可以用到很品质高低价格的产品 我们可以帮顾客 省到平时省不到的钱 对不对呀 赚取平时赚不到的钱 所以在爱多美呢 当你上到最高接聘的时候 比如说你上尊王 做完下面要不要什么 要什么接聘 王冠接聘 对不对 王冠接聘下来要什么 王家接聘 等等 最重要 然后来到这个销售大师 最重要 销售大师之所以可以成为销售大师 是因为什么 因为消费者 爱多美非常重视所有的消费者 我们不是因为重视来讲领袖赚多少钱 你介绍一套赚多少钱 爱多美是注重所有在座的家人 所有在座的消费者最重要 消费者成功 领袖才可以成功 认同吗 认同 OK 想问大家 爱多美卖的是什么产品 资产用品 对不对 基本上你们资产用品去哪里买 大卖场有没有 JESCO有没有 CARFO有没有 很多不一样的大卖场 过去传统的流通业来讲的话 是怎样运作 流通业来讲 一般上他们在卖日常用品都好 我们平时要用的产品都好 他们会推出什么 会员卡 对不对 会员卡拿来做什么 会员卡拿来做什么 计分 换 换礼物 不是换产品 换礼物 或是折 可以Discount 对不对 可以Discount 不过过去的流通业来讲 传统的方式来讲的话 他们给的Discount Card 是个人而已 没有跟其他人有任何的关系 对不对 爱多美其实也是一个shopping mall 不过它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那个Discount Card Member Card来讲的话 是跟大家有关系的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今天你介绍朋友 去Car4买东西 请问 过去来讲的话 你有没有好处 如果你介绍朋友去Buxon 买东西 拿那个Member Card 的话你有没有好处 没有 如果今天有好处的话 你感觉如何 可以吗 如果Discount今天 推出这个Marketing Plan 哇 请问好不好 你介绍的朋友 Buxon给你奖金要不要 这样请问Buxon来讲的话 有没有 一天有没有几千个顾客群 有没有 如果全部都是你的顾客 爽不爽 你就想 因为没有这样的事情 不过爱多美呢 就好像这样的概念 它给我们每一个人进来消费 给你最棒的产品 最棒的品质 最合理的价钱 每个人的消费都跟我们有关系 棒不棒 非常重要 对不对 虽然爱多美卖的更何况是什么 生活必需品每天都要用到的产品 只要洗头刷牙洗脸来讲 包括上厕所 麦下都有分数好不好 我非常开心 有机会来讲的话 大家多点上厕所 因为有PV 有没有 新年有没有上厕所 还是要上厕所 有没有 有没有新年不用上厕所的人 没有啊 对不对 爱多美就是生活必需品 都有PV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爱多美卖的产品 是柜台品质 然后还有什么 价格 你们觉得合理吗 非常合理 除了合理 我知道非常合理 只有更加合理 对不对 所以在爱多美来讲的话 除了这两样价钱之外 我觉得爱多美 绝合现在整个网络的生意 对不对 每一个人来讲的话 网络生意现在是未来的趋势 你们认同吗 认同 包括最重要 好像刚才我说的 如果今天大卖场 所有的大卖场呢 都有marketing plan的话 你觉得得了吗 因为这个是通过 倍增的行业 过去倍增的行业来讲 二变四四变八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概念 对不对 就是把大卖场 放下这个制度里面去运作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 今天爱多美呢 以这个大众精品策略 以大众的价钱 来卖取高品质的产品 所以最重要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 在过去2015年来讲的话 整个爱多美 退货率是多少 0.19% 代表什么 很少人退货 便宜好用的东西 有没有人退货 代表什么爱多美的产品非常棒 2016年我们的退货率才多少 0.14% 马来西亚在过去年来讲的话 退货率才0.09%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证明我们的产品品质一极棒 所以除了这样子的话 过去跟以往的传销不一样的是什么 爱多美加入要不要给钱 要不要给钱 你们觉得不要给钱会不会过分 要求过不过分 过不过分 我觉得很过分 对我们太好了 这么有公司来讲 不用收钱可以进会 也来给爱多美一个热烈掌声 除了这样子的话呢 爱多美来讲的话 需不需要年费 需不需要年费 不需要年费 然后过去来讲 很多传职销来讲的话呢 单单收取年费都赚起很多钱 现在我们的会员有多少位 一千万 如果公司在一千万的会员里面 一人收一块钱公司可以收到多少钱 一千万 不过公司今天没有收钱 好不好 只需要一年消费 一个有PV的产品 会不会过分 又是很过分 太容易了对不对啊 来给公司一个这些掌声好不好 所以爱多美呢 最重要 我们讲这个消费与事业来讲的话呢 奖金还没发放之前 PV不归零 什么意思 今天在爱多美呢 只要你的主员 你介绍的朋友 有不断在消费产品 当你还没拿到奖金之前 还没有拿到奖金之前呢 奖金还没对碰 奖金还没拿的时候 分数保留到 拿到奖金为止 棒不棒 你不用担心 你介绍了过后呢 分数不见掉 分数没有掉 放心 只要你继续介绍 朋友继续用这么棒的产品 顾客用这么棒的产品呢 总有一天 你会拿到奖金 好不好啊 所以呢 在爱多美呢 我每次告诉人家 我们的奖金制度呢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 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棺材店老板的精神 因为总有一天 等到你 总有一天等到你的奖金 来掌声鼓励 所以在爱多美来讲的话呢 我们 是什么组织形态 爱多美的组织形态是什么 我们的marketing structure是什么 我们走的是双溃制度 对不对啊 我们走的是binary 什么是binary binary 已经被全世界公认 听好哦 是全世界公认 包括大学公认 最容易成功的组织形态 最容易成功的系统 给公司一个掌声好不好 所以双溃制度来讲的话呢 过去我从事的传直销 大部分都不是走这个双溃制度 当时在从事这些传销的时候呢 面对什么 我觉得在过去的传直销来讲的话 个人能力要非常强 为什么 因为要带很多不一样的组织 请问大家 带十条组织 不一样的隔体组织容易 还是带两条组织容易 请问大家 两条吗 对不对 你们也没有骗我 没有 过去呢 不过还是有人讲 十条容易 这种人呢 我们不要听 为什么 这种叫做二九十七的人 我们不要理他 诶 老师 什么叫二九十七 二九明明四十八 对不对 不然有些人还是跟你讲二九就是十七 这种人你不要相信他 好不好 所以总有人讲好 有人讲不好 不过我个人来讲的话呢 我非常深信 为什么 因为爱多美的双溃制度来讲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很容易去管理组织 因为过去呢 我领导十条线 二十条线来讲的话呢 今天带这条带这条 每天都在 各自的组织都没关系 所以带到很累 所以人家讲 做传销越做越累 我非常认同 有没有 非凡自由到最后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 非常不自由 所以呢 今天来讲的话呢 算溃制度来 大家跟我互动一下好不好 因为在这个时间 来你们把你们的左手拿起来一下好不好 不要放下来 G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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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面的右手拿上来 握一下拳头 摇摇两下 钱就掉下来 这样摇容易吗 为什么人有两只手 就是两只在摇对不对 我们的脚就是两只 你继续摇 钱就会掉下来好不好 当然这个是一个组织形态 OK 这样子的话 爱多美的制度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无限带延伸 什么叫无限带 就是不管多少带都跟我们有关系 因为一般上组织是这样 人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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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介绍人来讲的话 会不会无限带啊 不过去来讲的话 包括一些 这里 如有雷同存水消 有得罪的话 多多包含 过去很多传直销公司来讲 在设计制度的时候 他们有怠速 一般在市场上有两种到三种的组织形态 一种是leveling 什么叫leveling 就是走怠速 走怠速 如果那个公司有10代来讲的话 请问大家 11代怎么办 也没有关系 如果出现领袖在第11代 你怎么办 告诉我 去还是不去 你们骗人 去的人肯定是骗我 11代 那一般上 爱多美式 有没有怠速 没有怠速的区分 最重要的第二个 在市场上有一种叫做blocking system 什么叫blocking system 就是无限带 我也是无限带 不过无限带来讲的话 知道你跟我同结聘 明白吗 如果我是星光 你是星光 就会block到 对不对啊 就会拿到这个星光这边 请问 如果这样的形态 你会希望你的下线上星光吗 会不会 如果爱多美有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 我非常爱 这个就是我过去等了十多年 为什么爱多美有这么棒的制度 还有这么棒的概念 所以今天爱多美组织还无所谓 我们还可以全球连线 不管到那个国家来讲 只要在马来西亚 你的祖国注册户口来讲的话 都可以把这个生意做到全世界棒不棒 接下来要去哪里啊 有去印尼有没有 去越南有没有 去澳洲有没有 最终有没有去哪里 去中国 只要在爱多美这里注册户口 都可以把它带到全世界这个生意 太棒 而且全球连线经营 不管在哪里 大家都是全球连线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奖金分配里面 公司把拨在制度里面的奖金里面 是这样子分配 公司保留30% 我们的安置奖金播出44% 领导奖金我们有20% 再加上教育中心有多少% 6% 好 虽然今天在爱多美来讲的话 个人通常在爱多美 我们买什么 我们买什么 我们买什么消费者 我告诉大家 买随便 你随便喜欢买什么就买好不好 需要什么就买什么 所以今天在爱多美 你个人消费 是不是一直不断的累积 刚才我说了 个人消费分数是永久累积 所以在爱多美来讲的话 我们累积到10,000pv 10,000pv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享有组织的奖金 OK 基本条件 这10,000分来讲的话 大概要马币多少钱 100左右 110块 如果你买金油贴 对不对 所以这1万分 公司没有强迫大家买 自然消费慢慢买 买宣布买什么 一样一样买 买到10,000分有没有问题 还可以累积棒不棒 有没有压力 完全没有压力 所以我们10,000分 慢慢累积到300,000分 慢慢累积到700,000分 再累积到1.5 再2.4 所以与此类推 所以当你启动 你累积到1万分的时候 你最高对碰奖金 可以领到80块 如果你个人累积到300,000分 你最高一天对碰奖金 可以拿到240块 请问大家240块一天可以吗? 我看你们样子好像不够 我相信再做到今天来 不是要拿240块一天 对不对 因为我看你们的眼神 有一点恐怖 为什么今天你们要来拿大红包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你个人累积到700,000分的时候 你对碰奖金最高一天可以领480块 等等 今天我们不讲太深 我给大家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先 来 所以我们的安置奖金 我们的Binary奖金 对碰奖金来讲是这样子 就是看这个图 这样这个图来讲的话 我们有看到我们是以点数来计算 如果你碰300,000 碰300,000 你个人是1万分来讲 你拿到5点 所以5点来讲的话 是因为为什么要用点数 不用用钱数 因为我们是全世界 在台湾 你对碰也是拿5点 只是1点价值多少钱 就要根据当地国家来计算 所以我们最高去到多少钱 对碰 一天最高可以领大概5,000块左右 请问各位 一天5,000块足够吗 非常够了 对不对 你们是为5,000块来的 对不对 给你们各自来掌声好不好 我告诉 我还记得 当我接触到爱多美 我告诉我的上限 你给我一天5,000块 我非常非常够了 然后讲真 要多多没有了 对不对 像爱多美为什么设定在5,000块 因为老板说 希望在爱多美每个家庭 至少赚取多少钱 韩币5,000万 等你马币200,000 请问各位 一个月马币200,000收入够不够 够罢了 我觉得非常够了 对不对 所以爱多美5,000块 就是大概给你一个月收入 200,000 所以为什么公司要设定在5,000块 因为公司是希望 如果今天上面的人拿到5,000块 剩下的分给下面的领袖好不好 还是上面的人继续越拿 越多越拿越多 全部拿到完 对不对 对爱多美今天要5,000 就是希望 以后我们所有后面来的人 都可以拿到5,000块好不好 所以爱多美 所以每次我们拍照 你会看到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子 代表什么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赚取 韩币5,000万好不好 在这里我的红包就是给大家5,000万好不好 今天我教大家怎样 以后你努力去想办法好不好 所以除了这样子的话 这样我们的对碰奖金来讲的话 每天计算 对不对 这样我们到底几时拿奖金 我们是每个星期二拿奖金 今天星期几 礼拜天 对不对 今天礼拜天没有计算奖金 其他天数都算奖金 除了每年的1月1号不算奖金 假期都拿奖金好不好 新年也拿奖金好不好 然后每天计算 每个星期二 你去检查你的银行户口 钱就自动进到你的户口 多两天我们又拿钱了好不好 拿到钱要怎样 记得包红包给我 请我喝咖啡好不好 ok 这样除了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讲到这个领导奖金 所以我们的领导奖金来讲的话 我们每一个月 7号跟22号拿奖金 比如说你上销售大师 你的奖金将颁在7号 或是落在22号 就看你在那一轮好不好 所以除了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公司 我们在每一个领导奖金方面 我们有全球销售总积分PV来分给大家 所以我们有这个销售大师 要拿全球分红10% 要不要拿全球分红 我爱多美很棒 一上销售大师 你就可以享有全球分红的10% 棒不棒 所以要上什么 要做什么 要做消费者 从消费者在慢慢不断的消费 介绍人来讲的话 慢慢累积就变成我们的这个销售大师 在爱多美我每次告诉我的主缘 我们必须给自己一个目标 什么 不是上销售而已 而且还要是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自动型的收入 对不对啊 在爱多美我们就要制造 去创造这个自动型的收入 所以在爱多美 到底怎样成为销售大师 销售大师来讲的话 那你个人一定要累积到70万PV 就是700千PV 然后呢你的左右脚在两个礼拜里面 1号到15号16号到31号 这个两个cycle 里面来讲的话呢 可以达到左边多少 250万右边250万 所以这个我不讲了 ok 好 接下来呢最重要上的销售大师呢 我们将在成功学院接受公司的表扬 有没有啊 在这里谁是销售大师要请几手一下 一个罢了 这样不止很多 来给你们一个掌声好不好 所以公司这些里面的详情我带过 最重要今天我在讲我们的钻石大师 其实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因为在爱多美呢 我们要成为钻石大师 我们必须协助我们的左边的组织 跟右边的组织呢 再赔两个跟我们一样收入 跟一样职位的销售大师 我才可以成为钻石大师 听得明白吗 这两个呢 两个呢 都可以在组织里面的哪里都无所谓 只要有两个人合格销售 右边两个销售 我就可以成为钻石好不好 我当初看到爱多美就是这一个模式 为什么 过去来讲的话 如果以代数来讲的话 超过十代 十一代的时候呢 跟我没有关系 我不会去理这些人对不对啊 因为不是我们不想理 是因为制度的形态 会让我们不想理 所以呢 今天爱多美呢 我们必须确保 协助我们的下线成功 我们才可以一起成功 所以呢 在这个钻石大师呢 公司还会送我们这个Laptop 还送我们六件组 两套 还有四件组 好不好啊 公司送好不好 不过记得哦 这个是一次性奖励哦 很多人问我 老师这个是每个月拿马上了 我讲 你慢慢等 ok 好 所以除了这样子的话 上Sharon Rose来讲的话呢 我左边必须把我们之前的销售大师呢 慢慢协助他们 栽培他们 有没有 慢慢建立他们 让他们成为 下一个我 就是变成这个钻石大师 左边两个钻石 右边两个钻石 就成为玫瑰大师 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月尾对不对啊 三月份哦 我们有马来西亚的第一团的玫瑰大师团 有没有 所以呢 好不好玩 我们去玩了 回来告诉大家好不好 我们带大家去玩先好不好 好齁 好齁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ok 还有拿现金八千块 然后除了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有星光大师 这样我们有四张机票去旅行 然后还有这个现金奖四万 其实呢 我本身做爱多美呢 我给自己一个目标 我就是要成为王家大师 这个是我当初开始接触爱多美 我们夫妻两说 可以成为爱多美的王家大师呢 足够了 已经人生没有什么遗憾了 你知道吗 爱多美呢 王家大师呢 我还甚至称他为什么 退休 在爱多美你要退休来讲的话呢 你一定要成为王家大师 为什么讲退休计划 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呢 王家大师要栽培两位星光在左边 两位星光在右边 对不对 这些星光大师呢 大概我算过一位自动型的星光大师呢 收入超过马币一百千 请问一百千星光大师来讲 下面两个 右边两个 请问我的星光大师 他们上星光了 他们要不要继续做爱多美 你跟他讲不要做爱多美 他们会不会放弃 他们不会放弃 他们会抱着爱多美 对不对 所以当时呢 我们成为这个王家大师 下面有四个人已经 在爱多美非常成功 所以你才可以真正的退休 不过退而不要休 因为很多人还需要我们一起的齐心合力 一起去成长 我们一起来学习 所以在爱多美呢 当成为王家大师呢 我每次在想王家大师的什么这么样吸引我 第一稳定的收入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主缘 在爱多美真的改变成功 然后最重要 我看到那一张信用卡 爱多美的那张信用卡呢 公司八千块给你一个月缩 一定要缩到完可以吗 缩不完的话你来找我 我帮你缩到完 ok好不好 这样我在这里呢 先祝福大家在爱多美 都可以成为王家大师好不好 好不好 如果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今天有一天你成为王家大师的时候 你记得一定要记住我 我叫Jet Lau ok 有一天你成为王家大师的时候 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一杯咖啡好不好 一杯而已好不好 会不会过分 不过这一杯我们在巴黎铁塔下面喝 好不好 掌声鼓励一下 最重要现金两百千 拿到这两百千可以做什么 买一间屋子给家人好不好 还是买一间屋子给自己 好好来疼爱自己 当你上王家了 ok 除了王家呢 我们还有这个王冠 然后甚至呢 还有这个新诞生的尊王大师有没有 一个家庭主妇来讲的话呢 可以成为爱多美最高的尊王大师 我还记得尊王大师当时来马来西亚还讲过一句话 今天我可以上尊王大师 我是比任何人先到尊王大师的位置罢了 我在这个位置等着大家也有一天成为尊王大师 爱多美呢 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 不管你前面来后面来都有机会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说这个排队论 什么叫排队论来讲的话呢 今天不在乎你后面来还是前面来 只要你努力来讲的话 总有一天会到这个终点 请问大家最近最火爆的演唱会是什么演唱会 张学友 不是我讲是你们讲 有没有去抢票 一票难求 对不对 所以张学友来讲的话 请问大家很多人在那边排队买票等了几天 为了买票讲真 买票最大的乐趣在哪里你知道吗 买票的最大乐趣不是看到前面排多少人你知道吗 是看到后面排多少人你才爽对不对 当后面很多人在排的时候你会继续很努力在排 为什么因为我站在前面 爱多美一样在四年前呢 在台湾当时会员号码有百多万号 很多人讲很迟了很迟了很迟了 我告诉你今天很多台湾的领袖 还好我们已经当时做了决定进来 为什么 因为今天看过去 哇 后面现在多少号 一千万号 所以今天一千万号你还不进来来讲的话 将来你反过去有没有可能三千万号 有可能 所以呢 没有永远最佳的时机 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 只要今天你踏出你人生的一小步 你踏出今天人生的一步 将会是你人生改变的一大步 所以今天爱多美呢 只要我们愿意来改变 愿意来学习 我们在爱多美呢 还有这一个四百万的现金 这个是每个人睡觉都在想的对不对啊 将来中国开炮的时候 中国开始的时候 在做的每一位都有同等的机会 帮不帮 ok 所以呢 做爱多美呢 我们说做爱多美的条件是什么 其实在做爱多美 条件非常简单 就是成为一位 转业的消费者 所以我今天讲你想称为尊王 你必须选择 你不要担心现在迟也没有 今天是最佳的时机 为什么 爱多美今天才刚突破一千万 将来有两千万 有三千万 有没有 快快一起来 所以呢 今天在爱多美呢 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消费者 所以我除了看懂爱多美的这个市场计划 觉得爱多美的成功系统非常重要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呢 可以 一间公司呢 看他帮不帮就要看里面 成功的人 到底这些成功的人 是平凡人 还是很有经验的人才可以成功 在爱多美 你会发现到很多领袖上来分享 我们是传销素人 什么素人 就是完全没做过传销 在爱多美都可以成功 这个才是最棒的系统 今天在爱多美 你不用去想 你的上线利不利害 你自己利不利害 你口才好不好 你的下线利不利害 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爱多美有这个已经证实了的成功教育系统 我们的成功教育系统是什么 三大 第一个 我们中心说明会 全马有150多家的教育中心 你不了解产品 你可以去中心学习 你不了解制度 你可以去中心学习 好不好啊 有没有 所有的中心掌来讲的话呢 都拿出爱心来跟大家一起配合 大家都是一家人 一个体系 一个文化 然后除了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公司还有举办这个一日研讨会 今天在这个一日研讨会 大家感觉如何 我希望今天来讲大家都可以满载而归 为什么这个新年 我每一年在新年的时候我都会思考 在过去 在过去我学到什么 过去我 我从里面学到什么 我一直不断地检讨自己 在新的2018年来讲的话呢 我给自己一个更大的目标 我知道我今天在爱多美 我要让更多的主员跟我一起在爱多美改变 在爱多美成功 过去十多年的经验 我记得 我不可以拿过去我十多年的经验来做爱多美 我必须空杯的心态 我必须感恩 我必须学习 从零开始 当我们夫妻俩学定要做爱多美的时候呢 我们跟着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包括我们的成功学院 领袖告诉我们 在爱多美要成功 必须每一场成功学院都要出席 最重要 如果只要你出席36次的原则 你肯定可以在爱多美成功 今天每一场 我们夫妻俩都不敢miss 只要miss一次 我们就非常内疚 为什么 跟成功离言了一点 在爱多美呢 36次的成功法则来讲的话 一次miss要重新开始算 可以吗 要不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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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要不要 很多人 要不要成功 要 要不要成功 要 开会要不要 不要 怎样成功对不对 所以今天在爱多美呢 我们必须 踏出行动 改变人生的 这个步骤 所以这三个系统 记得 爱多美全力配合大家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不管在座的每一位是谁 那一个组织 我觉得我们没有分组织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成功 所以呢今天在爱多美呢 我们的文化原则其心合力 然后还有原则中心的这个culture 所以呢在爱多美呢 在这里顺便给大家提醒一下 在爱多美呢 我们的原则中心里面呢 我们是禁止大家躬货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是不滚力躬货 所以一般上在爱多美 需要什么就买什么 好不好 ok 不需要躬货 第二样 我们禁止来讲的话呢 抢线跟跳线 有没有 如果你抢别人的线 下次人家会被抢你的线 你抢我的线 我抢你的线 到最后抢来抢去 谁敢来会议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为了维护整个我们未来的将来 因为这一个事业 是我们的终身事业 我希望大家家人都要来维护 我们爱多美这么棒的文化 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人来破坏爱多美 这样的文化好不好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以身作则 遵守原则中心 我们不要抢线 不要挑线 最重要 我们也禁止 自行这个网络贩卖 禁止摆当 有没有 如果你去Pasamaran摆当 我告诉你 我会叫100个当口在那边继续摆 你摆我的 我摆你的会不会乱 你卖的价钱跟我卖的价钱不一样 会不会乱 所以这个是为了大家的将来 我们这个事业 三代的事业 我希望大家遵守原则中心好不好 所以在这里 我希望在这个狗年 狗狗年 要狗年的话 我们一定要做得够力够力一点 狗年 我希望来讲 大家 2018年 在爱多美 让我们一起在将来 可以一起成功 可以成为王家大师 可以成为王冠大师 可以成为尊王大师 好 好 我现在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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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